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领导是什么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会去了解一下领导的本质 还有领导行为 然后了解一下全变领导的发展 那首先领导者跟领导这两个的差别 我们会先定义出来 那在领导者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定义上是一个人 领导者指的是一个有能力影响他人 而且有管理职权的人 那领导行为呢 领导力我们在讲的是一个影响团队 让这个团队有朝目标进行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领导呢 他就是领导行为领导力就是一个领导者 他去影响别人的一种呈现的过程 那理论上来讲 所有的经理人应该都是所谓 为我们称呼的领导者 但到底什么样的经理人 或是什么样的领导者 是可以比较有绩效 有表现 有能力的领导者呢 那这边就会先从领导的理论来看 那我们会先看一下早期的领导理论 然后早期的领导理论我们会很迅速的讲过去 因为我们的重点会在目前我们整个管理学界比较常常讨论的全变领导理论 早期的领导理论呢 我们强调的是一个领导特质理论 认为这个理论认为说 所有的领导者他都有一个大家 他有天生自带光环的一种特质 例如说这个领导有领导力的人 领导能力的人呢 他非常的有智慧 非常的有魅力 非常的有决断性 同理心又强势又勇敢又正直又自信等等等的 所以在我们的课本上有提到说领导领导者的特质理论呢 是因为他具有我们又进行到应该说延伸到所谓的领导行为理论 那领导行为理论在讲到的是说 这个我们会去看领导的特质领导者 他本身的对于事情的着重程度 那领导行为理论呢 他有几个学校有做了研究 包括了爱荷华大学 俄亥俄州立大学 密西根大学 他们都在讨论领导者 他本身是属于民主形态的啦 还是专制形态的啦 是着重于人的个性 还是着重于公司的目标 那最后有一个 我们现在还是会用的所谓管理方格 他讨论的是我在意的是我的产出的绩效 还是我员工的身心状态 那这些理论呢 现在还是有人会讨论 不过现在我们更着重的是在这里 我们发现说领导者 他的领导风格可能在不同的情境 会有不同的表现 那这种领导者的行为跟员工的反应 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些领导行为的改变 所以呢 我们现在发现管理学界比较重视在 管理学界现在比较重视的是 所谓的全变领导理论 那我们会很迅速的讲完四个全变领导理论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费德勒的全变模型 费德勒的全变模型认为说 这个组织绩效来自于第一个是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的关系 那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 那这里有分关系良好跟关系不好的 那第二个影响的因素是 这个工作任务的结构 它是属于结构式的有架构的是比较容易解决的还是比较难解决的任务 那第三个会影响的是这个经理人他跟员工之间 他在决定员工的雇佣啊规范啊或者是薪资决定的时候 他的主导权够不够强 那就会产生了这三个的交互作用 那我们认为最好的情况 这个管理绩效会最好的情况是在关系良好任务结构明确 那主管他的条件关系 他可以管理的掌控的权力比较多的时候 他的领导模式 他的这个领导模式带出来的绩效会比较好 所以这里有讨论的各种不同的情况 那这里有八种情况 各位同学可以看课本再进行更进一步的了解 好那情境领导理论呢 他是一个第一个着重在部署成熟度 把它当成是一个全变因子的一个研究的一个领导理论 那在这里头讨论到说领导理论如果把重点放在员工 就是追随者呢 他是不是会因为员工的效率 然后影响到领导者对员工的一个行为 的领导行为 那我们这里会讨论到readness 这个readness在指的是员工的成熟度 所谓的员工成熟度包括了 这个员工是有能力的 而且有意愿去完成任务的 好那这边我们把情境领导理论 把领导者跟员工follower一起放进来看的时候 我们把领导者分为这四类 那第一种是告知任务型的 第二种是推销任务型的领导者 第三种是参与任务型的领导者 第四种是授权任务型的领导者 那这个时候这四种领导行为 会跟员工的成熟度的高低会有关系 那第一个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的 员工成熟度最低的追随者 那第二个程度是没有能力 但是很愿意做的 那第三种程度是有能力 但是却不愿意做的 那最后一种是我们最喜欢看到的 有能力且愿意做的 那在这四种领导行为跟四种员工的交互作用之下 就会产生四乘四十四种情境的领导行为 那这里是我们要讨论的领导交换理论 领导参与模式里头 我们讨论到说这个领导参与模式呢 它会有很多影响员工跟领导者的一些情境变数 那在课本上整理了十二种问题影响的情境 包括了任务结构 包括了领导者本身的决策能力 资讯能力 还有如何能替员工争取到福利 又跟公司的组织目标相同 还有最后它的决策技巧等等 这些都是可能出现的决策变数 也会影响到它的决策行为 跟领导的风格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目前我们最常讨论到的几个领导的 领导者的行为议题 好各位同学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现在比较着重的三个 现代的领导理论 那这边讨论的都是 跟领导者如何与员工之间产生互动 激励员工跟支持员工的一个概念为主 那这是我们现代领导理论最常见的 目前我们会讨论到的就是领导成员交换理论 然后交易型领导跟转换型领导理论 那第三个主要也会被讨论的是 魅力型领导 魅力型领导跟愿景型领导理论 那在领导交换 领导成员交换理论这边呢 我们会发现 在这里头领导者跟成员会有 因为工作上的互动接触 所以会让领导者去区分 在成员里头将成员分为 in group跟out group 然后在in group里头 就是圈内的员工 他通常的绩效表现会比较好 会有比较高的工作满意度 那第二个呢 我们在讨论转换型跟 交易型跟转换型领导 交易型领导我们讨论的是 领导者会透过自己的角色跟任务需求 指引跟激励 去让部署朝目标前进 那转换型领导呢 就是领导者会试着去改变员工 对事情的认知 达到群体的目标 那再来讲到魅力型领导 跟愿景型领导呢 我们最主要会讨论的是 魅力型领导 目前是整个世界潮流上 大家认为魅力型领导的 领导成果比较好 我们认为魅力型领导 他具有热情 充满自信的领导者 那他的个性跟行动都能影响他的员工 所以目前认为魅力型领导是 我们在讲现代领导理论中 比较被期望 而且被接受的领导行为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我们在职场上 管理领域里头会讨论到的 在现今的管理环境里头 几个领导的重要议题 那首先是领导到底要赋予员工 多少的权利 这个付权员工或授权给员工的权利 要多少 是一个大家在讨论的重点 第二个是跨文化之间的领导行为 我们需不需要因为文化而做调整 那最后一个也是大家也最在意的是 领导者的情绪智商 是否足以领导整个团队 那最后呢 针对领导行为 我们要请大家思考一下 到底领导者 领导行为是不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考量到情境的因素 员工的素质呢 祝福大家可以成为一个 最有魅力的领导者 谢谢大家